深夜女人乘电梯下楼 电梯在七楼停了下来 门打开外面空无一人 然后电梯门关了又开开了又关 这时候面如此灰的老奶奶带着小孙女走了进来 电梯来到一楼 女人走出电梯扭头一看 顿时吓得是魂飞魄散 接着跟大伙聊一部香港的恐怖片《鬼玉》 女作家是专门写言情小说的 最近心血来潮打算写一部名叫《鬼玉》的恐怖小说 召开完新书的发布会 曾经和女作家相恋八年的前男友突然出现 想跟女作家吃个饭好好聊聊 但是被女作家言辞拒绝 晚上女主开始写小说 她设定的女主人公是个长发飘飘的受高恶 但刚写了个开头她就觉得没意思给放下 从外面买完东西回到家 她看到一个长发飘飘受高恶的身影一晃不见了 然后又在厨房里看到了几个长头发 这头发显然不是她自己的 但家里又没有别人 这让女主觉得很差异 调整了情绪之后 女主重新设定了小说女主人公的形象 开始奋笔记书了 但就在这个时候 她接到了一个奇怪的电话 传出来了一种恐怖的声音 转过天女主和前男友的妹妹一起吃饭 得知前男友三个月前已经离婚了 看一死是想跟女主重修就好再去前缘 晚上家里再次出现了诡异的现象 这让女主彻底不淡定 而就在这个时候 电话铃突然响起 女主拿起来接听 听筒里再次传出了恐怖的叫声 而与此同时 之前被她丢弃的小说草稿也开始躁动 她打开一看 原来是刚开始她设定了那个长发飘飘 瘦高个女主人公的草稿 这时候她的前男友突然找上了门 并且死缠烂打 希望女主能跟自己吃个饭 前男友的目的很明确 就是要跟女主重新在一起 但女主受伤太重 并没有答应前男友 女主走在回家的路上 天空中突然出现了异象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兆头 不过这也激发了她的灵感 回到家之后 就开始噼里啪啦的继续歇小说 可刚写了几行 灵感又消失不见了 于是便打算下落头周庆 她在电梯上遇到了祖孙二人 这二位显然不是烦人的 眼前的一幕把她给惊呆了 一幢微楼注立在眼前 四周的景象也是破败不堪的 楼上还有两个人不人鬼不鬼的家伙 仍盯着她看 紧接着一大批人从楼上掉了下来 女主一看大事不好是墨头就跑 这种诡异的现象 令女主彻底梦圈了 她像一只眉头的苍蝇横冲直撞 来到了一个更加诡异的地方 四周鬼影冲冲 一看就是一个不祥之地 这时候慈眉善目的刘大爷出现了 刘大爷告诉女主 这个地方就是女主创造出来的 这里所有的东西 都是之前被女主遗忘或者放弃的 其中包括女主小说中 被遗弃的角色想法 以及女主人生中 所有被她放弃和遗忘的人和物 这是一个被遗弃的空间 这里面所有的一切 都有可能随时消失 正说着呢 一些被遗弃太久的东西 开始迅速腐烂 刘大爷说此地不可久留啊 催促女主赶快走 转眼间 女主又晃悠到了一片树林里 树干上掉着一些尸体 一个个对女主都不怀好意 就在这关键的时候 一个骑着大马的小萝莉及时出现 把女主给救了 两人穿过一个树洞 来到了另一番天地 女主问小萝莉叫什么 小萝莉说自己无名无姓 这里也是一个被遗弃的地方 所有女主不要的东西 都会到这儿来 哪怕是女主曾经想过 才没有去做的事 都会出现在这里 换句话来说 女主在写鬼域这部小说的时候 那些曾经想过 或者设计过的情节和人物 被她放弃之后 都会出现在这里 包括女主小时候丢弃的玩具 等等等等 如果要离开这个鬼域 女主必须去到一个叫中介站的地方 两人正聊着呢 又一波俯视来袭了 女主急忙跟着小萝莉往前跑 并最终来到了一个 类似图书馆的地方 这里面全是被遗弃的书籍 堆积如山的 女主在这儿再次见到了刘大爷 可以看出来 刘大爷和小萝莉关系匪浅 为了让女主能尽快离开这个地方 刘大爷提供了 前往中介站的路线图 根据图中所提示 在前往中介站的时候 女主必须采野花撒名钱 按规矩来才能顺利到大 临走时 刘大爷给了女主一袋名钱 让他到时候见机行事 随后小萝莉带着女主 来到了一座年久失修的桥头 一帮吃饱了消化石的王魂 正在桥上来来回回的下刘大 要过此桥 必须屏住呼吸 骚眉大眼的往前走 虽然女主已经很谨慎了 但还是一不小心弄出了动静 前有拦路的和有堵截的 女主和小萝莉腹背受敌 严筹着要昏断破桥 小萝莉让女主赶快 跳进旁边的一口井里 女主一猛子扎进去之后 进入到了另一个领域 这个类似破隧道的地方 四周悬化着 无数尚未成形的小胎儿 显像还生 随时都有可能 向女主发起进攻 在小萝莉的指引下 女主最终跑出了隧道 按照道上的规矩 女主和小萝莉摘了一些 野菊花待在了身上 但摘这些花 到底有什么用 他俩都不知道 接下来两人来到了下一关 毕京之路上 邻里着无数块墓碑 女主跟着小萝莉 伸一脚浅一脚的往前走 战战兢兢如履过冰 但这波王魂显然比上一波机灵 很快就察觉 有人闯入了他们的地盘 这时候女主想起了 之前采摘的野菊花 于是给每个王魂发了一朵 算是对他们的记点 但由于狼多肉少 以前没有得到野菊花的王魂不高兴 开始对女主和小萝莉 发起了攻击 这时候女主突然想起了 刘大爷给他名钱 急忙拿出来撒向了空梦 趁着这帮王魂 简明前的机会 女主和小萝莉急忙仨子聊了 此时离中介战已经不远了 由于阳气越来越重 小萝莉也变得越来越虚弱 接下来到了最后围观 曾经被女主放弃了 那位长发飘飘瘦高个的 小说女主人公 带着王魂们 向女主发起了宗公 但就在这关键的时候 这些曾经被女主创造出来 又放弃的人物 突然被定住了 这时候小萝莉 冷不定喊了女主一声妈妈 把女主吓一跳 原来小萝莉 就是女主多年前打掉的孩子 由于前男友不肯跟老婆离婚 女主只好放弃了肚子里的小生命 而那位图书馆的刘大爷 居然就是女主的爷爷 就在女主唏嘘感慨的时候 四周突然出现了异象 向爷爷和女儿道别之后 女主回到了现实中 他坐在床上掩面而泣 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不过事情到这里并没有完 当女主站起身走向客厅 看到了另外一个塔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这个女主 只是戴眼镜的女作家 在写《鬼玉》这部小说时 《鬼玉》这部小说的女主人公 但由于女作家中途 将这部恐怖小说的故事给改写了 因此之前追捕女主的那些亡魂 才会戛然而止 因为没有后续了 但女主为什么会从小说里 来到现实中 我想最主要的原因 可能是女作家将自己的形象 和人生经历全都赋予在了 女主的身上 换句话来说 女主其实就是女作家的镜像 两者其实就是同一个人 到最后女作家也分不清 什么是现实 什么是剧换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守唐诗压经 人生无论复活频 一切不过是浮云 有缘我们才相遇 好好珍惜身边人 谢谢大家